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删解课呢 我们已经简单的做了一个表单页面 做了一个Math学院的注册页面 那这节课呢 我们用它就可以来完成 用户在注册信息的时候呢 可以做的一些验证 那接着来看一下 首先呢 数据我们已经接到了 接到完之后呢 第一项 我们可以通过第一种形式 通过A4欠套的形式来写 第一判断下用户名 首字母是否符合规划 好 那首先呢 判断首字母呢 是不是应该先取出用户名的首字母啊 对吧 取出这个字符串的第一位 这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花果号的形式来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呢 付给到了字叉 那现在来看一下 取出首字母之后 我们需要看一下首字母是否在我们的字母范围内 那这时候呢 那这时候呢 就会用到这样一个函数 用到什么的 ORD函数 ORD函数呢 是得到 指定字符的一个 ASCMA 得到指定字符的 ASCMA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函数的解释 有这样一个ASCMA表 ORD 返回字符的一个ASCMA值 他记住 他只返回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的ASCMA值 那接着可以看到在这儿有这样一个ASCMA表 在ASCMA表中呢 你就可以发现我们的字母A到C 包括大A到大C 是有范围的 大A到大C呢 是65到90 那小A到小C呢 是97到122 那只要首字母在这个范围内呢 就代表符合我们的规范 好 那知道这个规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了 首先你来试验一下 写生一个 echo一个 ORD的写生一个字符串 假如写生一个king 他只会得到第一个字符 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 我们来试验一下 ORD 107 那K对应的是107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到K对应的真正的也是107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和它对应的 还有一个CHR 这两个一起来记 它是根据ASCMA值返回指定的字符 好 我们可以再来试验一下 echo一个水平线 CHR根据ASCMA值返回指定字符 返回指定字符 返回指定字符 这样一个过程 那接着我就 echo一个CHR的107 看一下是否能得到想要的K 也得到了 没问题 那这两个函数呢 我们一起来记就可以 有了它之后 我们就可以完成第一项 得到一下首字符的ASCMA值 ORD的$X 再判断一下这个ASCMA值 在不在这个范围内 if写上一个$ASCMA要求是大于等约97 并且$ASCMA要小于等约122 这是小写字符的一个形式 加一个括号 或者在什么呀 65到90之间 $ASCMA要大于等约65 并且$ASCMA要小于等约90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代表赛 代表符合我们的规范 那else呢 先把它告诉它不符合 echo一个用户名 $USERNAME 用户名 不符合规范 不是以字母开始 好 有中文之后呢 我们要来一个HEYDER 那如果在的话 我们干嘛 记住 看我写代码的时候 是乘对的来写的 如果在的话 再来判断第二个 判断一下用户名 长度是否符合规范 那现在需要得到一下 用户名的长度 可以通过 USERLANCE等于STRLANCE 得到一下这个用户名的长度 如果长度在我们规定范围内 我们干嘛 $USERLANCE 如果是大于等于5 并且$USERLANCE 要求是小于等于10 代表符合我们的规范 else呢 你需要告诉一下用户 echo一个 USERNAME 长度不符合规范 这样的一个形式 你可以加一个换行 如果长度也符合了第三项 要判断一下密码是否为空 那如果填写密码的话 那证明会有长度 如果没有写的话 那应该是没长度 那这时候我们要判断一下 密码的长度 PWD的LANCE 等于STRLANCE的$Password 如果长度大于0的话 代表不为空 PWD的LANCE 如果大于0 代表有长度 证明填写了 ELSE应该告诉一下 密码不能为空 好 那接着如果密码也通过验证之后 再来判断两次密码是否一致 首先第一种 我们可以通过 if$Password 要全等于$Password 1的话 代表一致 我们干嘛 ELSE呢 告诉他一下 两次密码不一致 这样的效果 好 如果密码也通过了的话 再来判断一下 邮箱 邮箱的合法性 首先呢 看一下 接到邮箱之后 看这个字符TRAW中 是否出现过 at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搜索一下 if str 之前学过的 POS$Email 是否出现过at 如果出现过at 不等于等于false的话 代表是合法邮箱 else呢 我们告诉他邮箱不合法 email 不合法 这样的一个形式 如果邮箱也通过了的话 第六个 验证年龄 是否符合规范 我们就需要来判断一下 if$H 如果是大于多少呀 是1 大于等于1 并且$H 要求小于等于125 那这时候接到的年龄 是不是应该都是整数啊 就可以把它临时转换成我们的整数 这样的形式 如果错的话 告诉他年龄 不符合规范 那临时转换 你也可以通过两种形式 第一种通过小括号的形式 第二种呢 是不是可以通过函数的一个形式啊 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 再往下 如果年龄也符合了 对吧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下 验证码是否一致 判断验证码是否一致 那首先呢 验证码我们都借到了 来比较两个验证码 同样的你可以通过verify 全等于$Verify1 如果它们相等的话 这时候代表一致 else呢 告诉他两次验证码不一致 或者验证码错误都可以 如果一致的话 这时候应该出现一个注册成功 跳转到首页 echo一个 恭喜您 您 点上一个$Username 注册成功 注册信息如下 可以来写一下我们的注册信息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写上一下用户名 或者你定一个表格也可以 写上一个$UserInfo 等于一个三个小余号 写上一个UF UF结尾 接着来写上一个Table TRTD 接着两个样式 Border 1 CellPadding 0 CellSpacing 也是0 再来一个宽度 60% BGColor 写成一个粉色 这样的效果 接着再来一个用户名 TD 写上一个$username 这一项有了之后再复制密码 邮箱 接着再有一个年龄 密码 写上一个$password 邮箱 $email 再来一个年龄 $h 再把它输出一下就可以 echo一下$username 输出之后再告诉他三秒钟之后 跳转到登录页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Mate 实现我们的跳转 meta http eqiv refresh content 等于3 目标文档的UIL 我们可以调转到Mate 网首页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验证一下看看写的是否对 首先我们会遇到问题 来看一下 先写成一个用户名 首先用户名写成一个123 长度符合 但是首字母不符合 你会看到 用户名不是以字母开始 接着我再写成一个以字母开始的 写成一个king 那现在长度是不是不符合规范呀 你看到长度不符合规范 那再来一个正确的king123 会告诉你密码不能为空 那接着密码你也写了 写个123 确认密码不写 你看到两次密码不一致 那现在你在一个确认密码 密码都写一致了 再点注册 不合法 是不是应该出现邮箱不合法呀 对吧 看一下邮箱 Dollars Email Post过来的Email Email Mail 对 因为我们刚才没有写邮箱 那现在你再来写个邮箱 写一个123 123 这叫做邮箱不合法 它会告诉你 请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那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HTML5中新增的 这样一个表单属性 是Email 对吧 它帮你教验的 那接着我们写了一个正确的 再点注册 年龄不符合规范 那你再把年龄也写对了 123 它会告诉你 两次验证码不一致 那接着在写验证码的时候 你会看到 W0R6 W是大写的 那一般呢 我们在用户填写验证码的时候 会尽可能的 简单的让它填写 它看到什么呢 就不用管大小写 统一的全小写就可以 或者统一全大写 都无所谓 那用户呢 如果你说一会儿让它大写 一会儿让它小写 那这个体验度呢 就很不好 所以说 当比较验证码的时候 第一个需要来把验证码的规则 统一了 但是的问题还不在那 你看到密码在填写啊 123 你看到两次验证码不一致 真正的不是因为大小写不一致 我再把它变成大写 W0R6 即使大写了 它也不正确 为什么呢 你来看一下 两次验证码不一致 其实刚才呢 上解课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输出过 你再来输出一下 $verify -$verify1 exit就可以 刷新 你会看到 一个是带有颜色的 一个是什么呀 一个是普通的 那查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你也能发现 为什么它们两个不一致 那第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文本 那第二个带有颜色的 是不是有这一堆标记啊 对吧 那它俩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这时候 我们在发送验证码的时候 还用发送带有颜色的验证码吗 是不是只用发送这个 值就可以啊 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 去掉 我们Ziftrar中的 HTML标记 可以用谁来去掉呢 就可以通过它来去掉 StripTax 它的作用就是去掉 HTML中的标记 字符串中的 HTML标记 简单的带你来测试一下 写生一个 H1 写线的H1 LessizeTest 有这样一个字符串 那现在呢 我想去掉一下里边的 HTML标记呢 我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函数 StripTax 过滤字符串中的 HTML标记 接着它有第二个参数 Allow的Tax 允许留下的 这是过滤 HTML标记 也可以根据第二个参数 哪些标记 不被过滤掉 那现在你来 Icho一下 它返回过滤之后的 ZipTax Tax DollarStream 那去掉HTML标记呢 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内容 应该剩下 LessizeTest 运行一下 StripTax 你看到一个普通的字符 只有LessizeTest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再来实验一下 实验一下它第二个算数 DollarStream 等于一个H1效果的 写线H1 再来一个超链接 写线的A 内容呢 就写上我们刚才 Math网的网址 跳转到 写上一个Math EDU HIEF的值 写上Math网的网址 那接着你先来 输出一下这个字符串 这是原始字符串 接着你再过滤一下 HTML标记 StripTax 过滤之后的 那我想让谁留下呢 我就可以通过第二个算数来指定 写成一个StripTax 我想留下超链接 那这时候就应该 把留下的放到这里边 只用写上它的 其实标记就可以 那对于单标记呢 你要把它写全 才可以 来运行一下试试 你看到 第一个是H1效果的MathEDU 包括超链接 一点就跳了 跳转到我们的Math学院 那第二个再来看 过滤掉HTML标记之后 就是一个普通的文本了 那第三个你看到 还是一个超链接 因为超链接这个标记 我把它留下来不被过滤掉 那这时候你点它 是不是同样的也跳转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 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解决 刚才我们在注册时 遇到的这个问题 验证码的问题 ig.prp 发送这个值 只用发送什么呢 隐藏域中 只用发送这个值就可以 不用发送带有颜色的 所以说在发送之前 你要这样来写 Strip一下Tax 过滤一下里边的 HTML标记 好 那这时候你再来比对 就应该是一个正确的了 写成一个 king123 密码123 确认密码123 邮箱写成一个 12345 sqq.com 年龄呢 写成一个23 qs5 大写的s 我们现在先遵循它的大邀介 一会儿再来解决大邀介的问题 一点注册 你看到 一样的 这时候应该就注册成功了 那我们就只用在 注册页面 把它去掉 接着我们刚才说到 需要转换大小写 统一一下比对的规则 因为呢 你要对用户友好 就不可能让用户 按照你写的形式来写 对吧 用户看到什么呢 他一般就写什么了 他不会再去转换大小写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来统一下规则 也比较简单 用到这样两个函数就可以 str2 12 可以通过str2lower 包括upper 转换字符串的大邀介 返回小写之后的字符串 str2 upper呢 就是返回大写之后的字符串 这样的效果 简单来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 dollarstream 等于一个 hello word 有大写 有条写 记得echo一下str2lower的 dollarstream 再来一个大写的 echo一个str2upper的 dollarstream 好 接着再看 告诉你注册成功 显示了这一堆 没有问题 也跳转了 三秒钟之后 跳转到我们的 mice网的首页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测试 这种 我们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完成了 在注册时 对一些 条件的一个判断 第一种呢 我们通过这种 f的形式 来进行的判断 对吧 通过f嵌套的形式 所以说 真正的在实际案例中 你看到这种 f嵌套 我们怎么来写 通过了层层浇验之后 才代表 注册成功 这是一种写法 这个呢 大家需要会 那可能这个代码呢 比较长 下来之后呢 大家按照这种形式呢 成对的来写 不要从上 往下来看代码 对吧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